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胡歌 吴磊不须此行登柏林营展场刊 王一博甩腹平新片入竞赛 来看看外媒评价王一博在电影《无名》中的表现 优秀的王一博 深情的击倒 就像几十年前良的一面镜子 很高的评价呀 演技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了 柏林营展17日开幕 日前公开密婚生女的胡歌 与吴磊记少年杨家将 狼牙榜后三度合作的不须此行的最新剧照 在影展的首日常刊上曝光 两人站在冬日阳上分立两旁 一个低头查看手机 一个顾示着对方 围绕在他们之间的故事引人好奇 在不须此行中 胡歌本是个落魄编剧 后来靠写道辞为生 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吴磊饰演他的伙伴 也是他人格中的希望与补充 监制曹宝平透露 胡歌开拍几个月前就开始打磨剧本 包括怎样进入人物状态 和主创团队反复沟通 谈到两位男神的三搭合作 他小小剧透 吴磊饰演的角色是胡歌的另一个镜像 让人更加期待两人之间的神秘关系 最近遭央视发长文暗讽 是文盲的流量小生王一博 与大满贯影后周迅搭档的 《我的朋友》则入围短片竞赛单元 描述电影制片厂两个小职员的故事 从剧照可以看出充满年代感 王一博戴着眼镜和书的服帖的发型 整个人看起来沉默内敛 姑且撇开文盲风波 他跳脱舒适圈 尝试不同以往的演出 显示他积极从流量爱豆转型为演员的决心 王一博和周迅和演《我的朋友》 入围柏林影展短片竞赛单元 因逃漏税而沦为劣迹艺人的范冰冰 在中国遭封杀 只能转往海外发展 与韩星李周映合演的GL电影 Green Knight入围柏林影展全景单元 也将在当地世界首映 去年他先客串韩剧Insider 知情者是水温 掀起不小话题 范冰冰与韩国女星李周映 在Green Knight上演蕾思琴 香港导演杜琪峰受邀担任 本届主竞赛评审 在评审团记者会上被问及电影的重要性 历久不衰的原因 他已越语回应 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 每当极权扩张 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 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 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 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 杜琪峰进一步说 电影文化直接深入观众 所以独裁者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接着脱口 我觉得香港然后尴尬笑说 No Sorry 改口表示 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的人民 都要支持电影 因为它是替你发声的 柏林影展开幕 本届评审团尤克利斯厅室都华担任主席 香港名导杜琪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